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我自己特别喜欢用的 而且非常非常简单的总线处理的几个插件 给大家一些参考 大家好,我是Alex 首先要说的呢,如果你是很初学的话 总线就是你所有音乐最后汇总成立体声输出的时候的音轨 我们管这叫总线,Master Bass 你可以听到Master Bass,Two Bass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名字 总之就是你最后所有声音出去从你宿主软件导出去之后 最后并轨的那一个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上面做一些处理 甚至我们会在混音之前就去做一些处理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因为很多的时候整体的印象分你可以先去提升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混音乐的时候 有的时候压缩 你如果在总线上增加了一个压缩 可以适当的帮你去调整一个DB,一个半DB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在混音的过程中就不用特别多的去触碰的 或者是如果你整个这个音乐音轨拿过来 整体就偏暗或者偏软或者是等等的 你可以在总线上稍微的提升一点点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 比较好的一个起点 然后让你从这个基础上再去进行混音 有时候我们经常说mix into it 就是混进去 混进到你的这个总线的这个效果轨 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这些事情复杂化 而且不要在上面做超级大的动作 因为你的目的是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而不是让你上了就在总线上做了好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为总线上所有的调整对你所有的声音都会有影响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做得特别特别的夸张 我很快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特别喜欢用的 其实我最喜欢用的基本就是三个插件 有的时候会互换一些 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一般来说第一个呢 我会放一个磁带的模拟 这个现在用的是UAD的ATR-102 如果你用的是Spark套装的话 你可以用它们那个Studio 800 也类似 整体来说磁带模拟给你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阴然 以及对于高频或者对于低频的那种roll off 稍微变圆一些让你的数字味道不是那么的重 我很喜欢那种声音 这个地方的一般来说我把它放进去后 我只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会根据这个音乐的风格去选择我的转速 30或者15 如果你的音乐整体低频缺失的话 而高频比较多的话你可以用15 因为它的高频会稍微的roll off一些 低频会帮你去提升一些 如果你希望整个这个音乐是比较的通透亮开放的 你可以用30 所以这是转速 第二个呢是我会调整它的输入输出 比如说就这个插件来说 我会把它调到input这个地方确保我的音乐进来以后呢 能大概输入的时候能达到零 因为一般来说负责任的音软的这个磁带模拟呢 都是一定是非线性的音软模拟 它一定要需要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输入的数值 才能更好的发挥你这个磁带机的音软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放音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基本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现在选了30 如果我希望我的B频更多的话 然后可以调到15 当然了总线里面你仍然还可以通过你的均衡去调整你的地平 甚至通过压缩去调整地平 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然后第二个插件呢 我一般方向都是慢力的这个Mass Passive 这也是基本上永远都在用的一个插件 在这个地方呢 我一般只会在68 提升一点点 然后呢一般来说在高频的时候 27到12之间会选择一个点去提升一点点 非常非常少 它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是让我能够稍微的提升一点点低频的力量感和高频的那种表现力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那种V型的声音 但是你不要太过分 不要特别深的那种V型 稍微有一点点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没有的 如果多推薦的话你可能听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Munley的Mass Passive它这款插件做得非常的好 当然跟硬件比还是有差距啊 但是呢 基本上可以给你那个方向的那种感觉 这个本身的硬件是特别有色彩 而且就是你听它的声音特别的对 它给你那种就是你怎么调这声音都很好听的一种感觉 包括插件用起来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去调整它的这个Cue 或者调整它的这个推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夸张 但是呢 我个人还是一般会把它放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永远都是这是几点 9点钟 基本9点低频9点 高频9点 然后呢 选择频点 取决于你的低频和高频扩展的位置 你可以去选择47 68或者是16 一般12来说可能就太低了 12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那种 的那种感觉 所以基本就是这样 再往下一个呢 第三个插件 我一共就用三个 第三个插件一般是Munley的Very Mew 尤其是这种风格的声音 我觉得Munley的Very Mew 给你一种很暖很软的那种 特别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基本上默认放进去以后我就不怎么动 我唯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预值稍微拽下来的一点点 没有的 但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是根据你的音乐的速度 或者风格去调整你的释放时间启动时间 比如启动时间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调稍微慢一些 然后释放时间稍微快一些 一般来说我的建议是 尤其是你调的很少的时候 你压缩一般总线你就压差不多一个DB两个DB顶多了 你可以用比较慢速的一些启动时间 比较快速的释放时间 然后让它去整体的去调整你的这个音乐的律动 如果你是很快速那种 你需要硬一些的你可以调整Limit 听一下没有的 所以如果这三个插线都不放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非常的少 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总线上 我很少去增加很多的效果 千万不要增加太多 它给你大概的一个一点点的优化 你能感觉到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听到 但是感觉到的 你觉得好像这个频段是稍微多了一些 然后你再去混进去 所以这是我最经常经常用的 有了这个以后 尤其是你在你的总线上有一个动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你前面很多的种 比如说你去推 你的人声推大了以后 你会把其他的乐器相对来说拽下来 因为你最后有一个压缩去帮你控制 但是你随时都要回来去看一看 你别到时候混着混着 很多人经常总线上放一个压缩 混着混着这边已经压出10个DB了 然后自己还不觉得 然后总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晃来晃去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小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UED的插件的话 其实你用任何的均衡和压缩插件 都可以做出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用Q3的话 如果用Q3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做类似于这样的形状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用其他插件做的 低频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半DB 然后高频的时候可能是两个DB左右 没有的话是这样的 没有的 他会帮你稍微打开一些 对大概是这样 然后Q3这个地方还有Gain Scale 就这个功能 你可以去调整你这种幅度 然后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此外压缩总线的压缩 我很多时候也会用这个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去用到的 SSL的Bus Compressor 基本上你需要的就是把它拽进来 默认的一个情况 你可能开一个Oversampling就完了 因为它默认基本上 因为它基本上给你差不多一个DB左右的压缩 I don't think I even know I know you're confused I can't imagine being over but I'm not 有的时候会差不多放在0.3 0.4的释放 然后稍微慢一些的器材 对大概是这样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个人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方式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场合 但是你可以去作为参考 就是我经常喜欢用ProMb 这个在我的母带的教程里面 我也提到过 做母带处理的时候 我经常用这种方式 对于总线来说你也可以去用 就是我会把这个声音分成四个频段 差不多150往下是低频 150到1K 然后1K到5K左右 然后5K往上 然后会把每一个频段呢 做一个很简单的 差不多也就是两个DB 这个范围之内的动态的压缩 然后默认肯定你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都是一条直线 然后这时候你播音乐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去 对于某一些突出的频道去进行调整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有些频段根本不动 咱往后听一听 这个时候这个频段会压一些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根据它这个呢 去调整一些我认为需要调整的频段 有时候我会把低频稍微推出一点 没有的 没有的 当然你可以跳进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频段里面去调整 会让它稍微的开始去压缩一些 一般来说我如果看不到它动的话 我也不会太着急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多 一定要让它去压缩的 你有这个的目的是让那些出乎意料的 高出来的声音被控制一下 而不是说整体去控制它 但是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每一个段放在一个 基本上在压缩和不压缩之间 如果你看到很少很少的压缩 那个一般是比较好的状态 通过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整体的稍微在两个地比范围之内 去平衡你整体的音乐 同时也有机会呢 去把这个某一个 你希望能提升的频段稍微提升一些 有一点像我们经常用的 均衡近压缩 或者均衡和压缩搭配的那种总线的思路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插件的话 记得下面把这个Linear Face打开 这个还是会有多少有一些帮助的 这个线性的香味 不会给你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Oversampling也可以打开 如果你需要的话 所以呢我这个可能是我 学的最方便最快速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总线调整呢 你是给你一个准备好的一个调色板 感觉好像更舒服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你在混音之后 你仍然可以回来 再重新去调整一些东西 比如你认为你的总线的压缩 使用的不太恰当 或者你希望换一个风格 是一些其他的 都是可以去灵活的调整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 我经常使用的一些 总线上的一些 简单的插件组合 还是那句话 不一定要用UAD的 也不一定要用Facebook 也不一定要用什么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 给你一些思路 让你知道 总线处理的时候 我可能增加一些 必要的很小的调整 可以帮助到你混音 好吧 那大家可以去 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 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听的上 拜拜